你會的方法比較多的話 你就可以有選擇權 那如果沒有你變成只能用那麼一招 像如果未來 剛好因為現在的規則 剛好是這個的名稱跟這邊的名稱是一樣的 可是如果這邊兩個名稱不一樣 那當然你就不能用剛剛的方法了 你就不能用那個 LEN的 那所以你這個時候 反而好像用那個FINE會是比較實用 但是問題FINE 如果你今天要把它改成 用什麼 用那個 就是FINE來做的話 那當然 另外你可以用一個版本 比如說你這邊又把它拖拉好了 也許你就是 剛剛是那個MID 那你可以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那這邊的話也許叫什麼 叫用FINE FINE的版本 反正你也可以 多試一些 如果你假設你作業裡面多試一些其他方法的話 那等於是多加一些分數 如果你當然 我是建議 主要這個部分的練習是希望你們 我們多多去了解所有裡面可能可以用到的方法的函數 反正你多試 那相對的你就多了解 OK也許假設我用FINE好了 像剛剛那個是用MID的 OK 那我們把它改一下 那如果今天我用FINE的話 那FINE前面有交過嗎 而且我們FINE好像用的蠻多的 而且用這個FINE我是覺得還蠻萬用的 因為以後的話很多時候呢 他剛好位置又不一定是在固定 像這個還好是固定 但如果不定的位置的話 那就很麻煩了 所以如果用FINE的話怎麼做 首先E還是一樣怎麼樣 把這個 這個先剪下來 然後呢 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一樣是MID 所以最近使用過的用MID 那一樣把它貼到這裡 不一樣的地方主要是在哪裡呢 其實這個開頭跟這個結束 這兩個都一樣 差別只有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 如果你比較不熟悉的話 你可以在旁邊練習 再貼過來 那或者是說你直接在這邊做好了 我習慣是直接用FINE FINE前刮弧 那FINE只要給兩個參數就好了 第一個參數是什麼呢 就是要找什麼樣的資料 那我們要找的是冒號的位置 有沒有 所以你就給什麼 冒號 記得啊 冒號前後一定要什麼 雙引號 所以 那而且那個冒號 記得哦 他這邊應該是一個全形的 全形的話 記得是要用中文的 OK 一定要用那個什麼 像我是用新朱英 所以我用前導符號 再加上一個冒號 一定要用全形的 你不能打一個冒號半形 那如果用半形的話就找不到 全形半形不一樣 OK 特別注意哦 這個一定要是全形的 FINE什麼呢 FINE那個這個冒號 然後 逗點 去哪邊找呢 去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比較難的地方 當然是去我們自己的這個字串裡面找 所以 FINE的後面的話 請記得呢 你直接就把剛剛的這個上面的公式再貼一次 因為這個INDEX 就這一串 把它再再再再複製一次 再貼到這裡 逗點的後面 意思是說在這個文字裡面幫我找 好 那記得加個後刮鬍 5 所以難的就拿在這裡 你看這個 哇這個公式相對又變長了 那你會發現呢 他最後幫你找到的位置在哪裡呢 5有沒有發現 意思是說我們去幫我在這個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找到 有找到第五個 所以他跟你講說 第五個字 OK 所以如果說你公式沒錯的話 那理論上會看到是5 好 但是呢 我們要的是要在第五個字的後面一個字 所以記得在後面請你在什麼 加1這樣就OK了 不過相對起來了 比剛剛的複雜度其實又更高了 然後按確定 但是這個有個好處 你不用去鎖定任何 反正你做完之後按確定 再把它向右 再把它向下 其實呢 這樣都做完了 然後呢 一樣把這個第一道G選起來 快點兩下 這樣的話呢 他就全部完成了 只是說呢 這個公式 哇非常的隆長 我一串 尤其是這邊 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一串 其實就等於要變有兩個一樣的東西 這個其實就是那裡面的文字啦 那裡面的文字 跟這個有沒有 那裡面的文字 那找什麼呢 找冒號的位置 加1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是補充額外說明的 所以也許請各位試試看吧 那另外的話 你想說老師 那這個還是有點麻煩耶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其實還是有啦 另外還可以用資料剖析 如果你假設你不要用那個裡面的公式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 你可以再把剛剛這個啊 這個是還沒沒做的 再複製一個 Ctrl鍵按住嘛 比如說我們假設 如果你不想用公式的方法 你可以用資料剖析 這個資料剖析 其實有時候也蠻好用的 這個我們有用過嗎 這要剖析的話有點像什麼 他幫我們把那個資料剖開來的意思啦 那不過剖開來的話 特別注意哦 你可以用這個資料 但問題是要剖析一次只能剖一欄 第一個比較麻煩 第二個的話呢 他裡面的資料不能是公式 所以我們假如要剖析之前 可能要先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把這個資料 把他變成裡面不是公式 你想說不是公式 你會發現現在 如果你要剖析的話 你不能用那個什麼 公式 所以呢 你現在裡面看到是公式 那怎麼辦呢 要把他變成裡面真正是他 看到的入職時間冒號這些資料 那怎麼做 一請你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二 把他做複製 再來的話呢 把他再貼上 不過貼上的時候 記得哦 用什麼呢 所謂的選擇性貼上 貼上只有什麼 只有值哦 OK 所以特別是要記得 用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的這個選項 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 那只有值的意思是說 我把他貼上去之後的話 他裡面呢 就不會再是公式了 那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資料剖析不能剖公式 因為你如果資料剖析 他看到是這個啦 這個剖怎麼剖 沒辦法剖啦 所以一定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只有資料哦 OK 所以用選擇性貼上 把它變成值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選擇性貼上之後 有什麼改變呢 你可以看一下 在上方的部分 有沒有發現 他的公式呢 就不見了 那再來就只剩下 裡面原來 原始資料看到的 有沒有OK 所以以後的話 你假如說 要把公式變成 你要看到的資料 那就是選擇性貼上只有值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剖 剖我怎麼剖 比如說這個我要剖對不對 你就把它選起來 1 只是說 資料剖析變成要做4次 也就是他一次呢 沒有辦法 幫你剖那個 就是 那麼那麼多 所以特別注意 你就是 一次只能剖一欄 所以先選什麼 入職時間下面的這個資料 按下資料剖析 然後呢 找到分格符號 用分格符號 按下一步 那我們用什麼 當分格符號 它原來是用Tab 因為我要用的分格符號是 冒號 所以你就在這邊 點開其他 然後把它這個地方 輸入一個全型的冒號 記得一定要是全型 半型不行 然後按下一步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已經幫我把這個資料 一分為二 前面是入職時間 後面就是它的真正日期 跟年月日期的部分 按下一步 再來的話 我這個不要 所以這一欄部分不會入 選不會入此欄 然後呢 再來的話 直接按完成就可以 因為目標儲存格 直接就在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 按下完成 它會怎麼做呢 它會把這個資料 直接丟到這個範圍裡面 把它蓋過去 那不就怎麼樣 前面入職時間 冒號就不見了 我們來試一下 按完成 OK不見了有沒有 可是這個比較麻煩地方 你變成要做四次 因為資料剖析 沒有辦法一次剖多欄 它只能一次一欄 所以先選這個範圍對不對 資料剖析 然後下一步 把這個地方選分格符號 是冒號 因為剛剛已經有了 下一步 然後這個不要賄賂 這個賄賂 按完成 這個又OK了 所以變成說你要做四次 同樣的方法 分格符號 下一步 然後這個不要 所以這個不會入 這個按完成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話 其實也可以啦 只是說 看哪一個部分 比較有效率 不過藍數越多 好像資料剖析越不適合 藍數少的話 好像還可以這樣子 一個一個按完成 也可以 最後一樣把它選起來 快點兩下 這樣子也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剛剛補充兩個方法 一個是用fine 一個是用資料剖析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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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